就是赵振元的后面那一只老虎 跟那个大的后台叫做赵乐际 不可能赵乐际是习近平的人不是吗 不不你讲对了 赵乐际现在是已经从陕西省委书记 调到中央中纪委里面的书记 他是到中央国务院去 赵乐际曾经替习近平排除一击 是啊 清除党羽 对 所以他是一个什么 算对习近平是有功的人 所以那怎么习近平会去动他的人 习近平讲一句话 咱们党绝对不容许 不约束 不受管束的党员跟特殊组织 赵乐际就被认定前有功劳 后面基本上你违反党的利益 基本上我就要开刀 开杂 这个叫赵乐际 我们看赵乐际 每人你看赵乐际和赵振元 号称陕西二赵 赵振友 赵振友对 陕西二赵 赵老大就是赵乐际 赵老二就是赵振友 好我们看他们两个关系 你看赵乐际在陕西里面 总共书记里面担任多少 五年八个月 后来他传承传给赵振友 赵振友在那边书记多少 三年五个月 这两位二赵加起来九年 九年 盘根错节 让陕西整个 赵乐际是谁的人 赵乐际现在 之前是习近平人 现在已经开始被铲除了 因为什么 因为他是赵振友的后面的后台 你前面可以啊 你前面很清廉 后面你竟然慢慢的找 赵乐际来一个大的主秘 叫做看看 叫做魏明周 好 赵新人大前副主任 2018年贪污超过一个亿的人民币 好 双开背叛无奇突兴 这位叫做魏明周 他提到他是贪污 是一亿人民币 好 那他是谁的 主秘 他是秘书 他是什么 赵乐际的秘书 我底下的秘书 现在变成西安市的市委书记 然后你贪污一亿 好 这位人兄很厉害 这位人兄是基本上 被定位神 是一个叫做投机分子 就是一个攀附政权 怎么讲 他跟令计划的老婆很好 他送了一副名贵的画给令计划 老婆 古丽萍 东窗事发了 你要走令计划的什么 路线 好 这个被查到了 好 这位人兄很奇怪 这位人兄基本上 他喜欢粉红色的领带 出门 这个所有的怪型用具 都是粉红色领带 另外他出门 一定要有御厨 他各地去视察 就他喜欢Holo Kitty就对了 对 Holo Kitty 后来他痛哭流涕 因为什么 他被查到 后来你知道吗 整个过程里面 还有他去各地视察 好 我底下跟我去视察 到这个地点去 不好意思 那个地点的恒温要控制在26度 你就知道吗 这个人多潇洒 而且他最重要 秦宁不是1194栋别墅吗 他个人占有200栋别墅 就是一个人占有200栋别墅的 那边 我看他在这儿的地方 就是一个人占有20栋别墅的 就是一个人占有20栋别墅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